朱仙怡票房2亿,豆瓣评分却低至5.6 央视点名批评孟美琪 中秋佳节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 为了庆祝大家欢度佳节 电影院又上映了好几部新的电影 这其中最受大家期待的电影应该非朱仙怡莫属了吧 朱仙怡这部电影是根据萧鼎的同名小说朱仙改编的 这部电影在还没上映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一部分人在关注它了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 一个名叫草妙村的村庄一夜这间被图成 其中有个少年名叫张小凡 因为他的父亲和母亲双双离世 但幸运的是他被青云门大主封所收留 然而在14日下午的时候 朱仙怡的票房就突破了两亿大关 然而这样的好消息 主演们却没有很高兴 因为朱仙怡的票房和口碑是吃反比的 网友说也就算了 就连央视的电影频道都点名批评了 孟美琪演得不太好 令人比较出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